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会用到的 就是都普勒效应 那都普勒效应呢 相信每一个同学都碰过 救务车来的时候 你听到的是什么 哦哦哦哦哦哦 对不对 就是那个声音为什么 那个声音是 很尖锐的 然后救务车 走的时候 近的时候是很尖锐 走的时候是 那个频率是很低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听到那个 频率越尖锐的时候 那表示那个救护车啊 大概是很紧急 那你为什么会感觉他很紧急 因为他频率很高 那实际上他那个频率就是 跟他的 这个救护车的速度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在讨论都普勒效应的部分呢 有几个 是我们很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要掌握的是 就是这个 这个Source的Velocity 就是你的声源 的Velocity OK 那第二个 是你的观察者的Velocity 那第三个 是你这个Po 在这个戒指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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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戒指底下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的指揮 那首先我們討論都普特效應的時候的話 第一個是我們去看討 假設有一個坡 它是一個點坡 那很理想的這個坡一起來的時候 那隨著時間 它是慢慢的往外去傳遞 這是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OK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這個 這是一個sauce 那這個是我的sauce的速度是0的時候 那我的坡往外傳遞 我們說這兩個坡之間 它的距離是long down 因為一個坡長 那我們看到的是 假設 我現在我有一個觀察者 那這個觀察者呢 我就畫個耳朵好了 OK 那這個耳朵呢 是在移動的 也就是 這是觀察者 他在移動 他有一個velocity 那這個velocity是不等於0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假設這個觀察者不動 那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看著坡慢慢慢慢 隨著時間傳到你的耳朵裡面來 那我可以知道 當觀察者 鏡子不動的時候 那我的這個 這個坡的坡數 乘上它的時間 就是等於這個坡走的距離啊 然後再除上lambda 就是等於在t時間裡面 有多少的坡傳遞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說 這是我 觀察者 鏡子不動的情況 換句話說 他在t時間的時候 他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坡傳遞出來的時候 他觀察者不動的時候 他接受到的坡的數目 就是v0等於0的時候 f0等於0 好 那你現在 你現在你看到 我往 順著坡 來走 就是 應該講 走向坡圓 ok 那你在走向坡圓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說 坡往前來 那我 單位時間我再走進去 我接受到的速度 我自己走的速度 然後乘上我的時間 除以lambda 這是我 因為 我的觀察者的速度 有在行進的速度呢 然後 在t時間裡面 接受到 多出來的坡圓 換句話說 在data t時間裡面 在t時刻裡面的話 觀察者 所 接受到的坡的數目 就應該是等於 這麼多個 那我不知道 假設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移動 他以為是什麼 觀察者一定是以為說 哦 原來 我所接受到坡的 這個 頻率呢 我把它用mu 來表示 所謂頻率就是什麼 頻率就是 單位時間裡面 你接受到坡的數目 那這個呢 是你觀察者所看到的 所感覺到的 這個坡數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t 你坡數是lambda 分之vt 再加上lambda分之v0t 那t是什麼 t本來就是 t時刻的時候 是v除以lambda 抱歉 不是v除以lambda 我把t消掉好了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lambda分之v v加v0 ok 那v是等於什麼 v其實速度 就是頻率乘上坡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把頻率乘上坡長 再加上 這是我們觀察者的速度 然後除以 lambda的部分 把它除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lambda 1加上 我把 μ已經除在外面了 所以是 v分之v0 因為lambda還在 把μ除上去 所以 m1除以lambda 這個就是等於v 就是 那 換句話說 我現在看到的頻率 已經不是原來的頻率 而是跟我觀察者的運動速度有關係 所以我觀察者運動的越快的時候 我看到的頻率就升高了 ok 這是 以觀察者在運動的情況 那觀察者眼離的時候 眼離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所接受到的坡數變少了 那這就是負號 這也是負號 這是負號 這是負號 正的就是approach 然後負的呢 就是走開了 你眼裡的情況 那 這是第一種 聲言不動 那我們剛剛在講救護車的情況的話 是救護車本身發出來的聲音 你不動 的情況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 假設你是觀察者不動 那你現在第一個波發出來 五秒鐘以後 每一個lambda 一二三四五 五個lambda 那他 他應該是什麼 他應該走到這裡 那 本來 這是第五秒 波 這樣子走走走走走到這邊了 這五個週期的時候 那 第四個週期 本來應該是在這裡的啊 但是 我的sauce 移動了 那 移動多少 移動了一個 v s乘上 t的距離了 所以你的眼點 已經從這一點移到旁邊來了 那我們說移到這裡好了 那這一個距離是 那這一個距離是 等於 vs乘上 t 所以 經過四個lambda以後 他其實 這一個位置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ok 那再來 他又繼續跑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的lambda是這麼多啊 原來的lambda是這樣子 現在你因為你觀察者 不動 但是sauce在動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lambda呢 這邊已經變小了 ok 他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是因為你sauce在動以後 的lambda 那這邊的lambda是變小 這邊的lambda呢 確實變大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 對他而言 這個paw是接近他的 對不對 好 所以他lambda就變 變這個變小 那如果反過來 我把耳朵擺在這裡 然後 我的sauce是這樣走 那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paw是眼鈴 你知道 所以我的lambda就變什麼 變 變大了 那這裡我們已經 解釋了一個什麼 救護車接近你的時候 其實他的波長是變小 頻率變高 ok 你人在這裡 救護車眼鈴你的時候 這時候的波長是變長 頻率是變小 ok 所以你看到 救護車眼鈴你的時候 你聽到的頻率是什麼 比較低沉的 但是 在接近的時候 是 那不一樣的 聲音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說波長減少了多少 波長減少的 在這裡lambdaplank 是等於lambda 然後再減掉 在這段時間裡面 波的速度 然後除上 我的頻率 因為我的減少 減少的距離 這個datalambda 就等於Vs乘上 這是週期 所以就是頻率分子1 ok 換句話說 我這個如果是lambdaplank 這個就是等於lambda減掉 這個lambda分子Vs 這個lambda分子Vs 那我可以把它更進一步的寫 就是lambdaplank 就是等於lambda 然後 然後 V 我看 等一下喔 抱歉 是分之1 Vs Vs 除以 mu plunk 那 Vs 除以mu 這個是 v plunk 這樣就等於μ 然後就把它移向過去 然後Vs Vs 然後Vs線 這個地方好像有點怪怪 這邊不是s V-Vs 就得出啦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如果你是眼離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加的 你的波長變短 波長變長 所以這邊就變正了 那正的時候移向過來的話 那V 等於V 分之一是等於 μ分之Vs的正號 那這個就變正了 其實基本上面兩個 你把它合併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關係式 直接把它寫成 μ分之等於 V 然後V 加 V0 然後這邊是 V- Vs V- 那這個是 V-的 這是正的 你把這兩個關係合併在一起 那 我們可以看到 這白色的部分 全部通通通是 Approach的情況 OK 那 這個是 觀察者跟 深圓 深圓 Approach 這個是 Source跟深圓 Approach 那 這個 啊 這個 黃色的 就是 眼離的情況 OK 這是我們看到 這個獨普勒效應的情況 那 在 實驗上面 或者是 原理應用上面的話 你會非常的 啊 啊 啊 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平常我們在這個 就是 醫學上的應用 或者是 海洋 那個 啊 潛水底 你要去看看 啊 這個 這個 遺探機 看看底下有沒有 魚的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直接用 這個 你 把 一個深波 然後 傳進去你的 人體裡面 然後 讓它 回來的波 跟 原來的波 之間 它的頻率差異值 就可以知道 那 裡面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們的聲音 或者是聲源的部分 他觀察者的部分 然後 醬汁的部分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 原來 不應該有 餵東西的地方 有東西了 那 就是你這個 吸收的 就是 這個是 人體的話 那 這個是人體的地方 應該 不應該有東西的 先來吸收 吸收的部分 那 它就是會有餵魚的情況 那 原來的 海底裡面的話 那 有魚的地方 跟沒魚的地方 那 回來的波 也是會不同的情況之下 那 都是我們杜普勒效應裡面 所 所 的 應用 那 在天文上面 也一樣的 那 都普勒效應 也是 我們應用的一個方式 那都普勒效應裡面就是說 如果一個星球 離我們 遠去 或者是 接近我們 你怎麼知道 宇宙在膨脹 OK 你怎麼知道 宇宙在膨脹 紅衛魚 那 紅衛魚的部分 就是 也是都普勒效應 只不過 注意的 一件事情 是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sauce 是聲音的速度 這個聲音 聲嚴的速度 那 當我們的速度 啊 接近關速的時候 這個關係 就要做一個修正了 OK 那它會修正成什麼呢 修正成 換句話說 我們的sauce v 是等於 光速c的時候 那我們說 我們的v 是等於 c-v c加v 然後開二分之一次方 在那個關係裡面 它是沒有開二分之一次方 那在這裡 就已經開二分之一次方 的情況 會跑出來了 這是我們在這個 相對論裡面 會看到的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不做推導的關係 只是提醒你們 在這 現在 我們在講的 這個聲音 這個v 這個v 是原小於光速c的情況之下 才是這個關係 是 那 我想 都普勒效應的應用 是非常非常廣 那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就只是 再稍微提一下而已 那 課本上面 也 有一些實體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主要的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都普勒效應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聲音在走 我的sauce的速度 我的sauce的速度 vs 是小於 小於我传递的速度 我 我才會是這樣子 ok 當我的sauce在走的速度 應該是在這個圖 當我sauce在走的速度的時候 它的速度比我 潑傳遞的 在這個介質裡面 傳遞的速度的話 譬如說我水潑好了 那水潑你們可以常常在電影裡面 看到那個什麼 汽船在追逐對不對 那汽船 那個 那個船啊 在水面上 以飛快的速度在走 的情況之下 那它就是vs 大於 這個水的 這個坡在水裡面的 傳遞的速度的時候 那它就會怎麼樣 它會 你縮小的這個lambda值啊 已經比你原來的lambda還來的 已經over了 你就是說 第一個坡傳過來 我說 好 我說坡在這裡 五個週期以後 我傳遞的位置應該在這邊 這是第一個週期 你要傳到這裡 但是 vs走的速度很快的話 那我們看到 第五個週期它坡是傳到這裡 沒錯 但是到第四個週期呢 這個sauce的位置已經不在這裡 是在這個位置 它已經比 這個 換句話說 那你第四個坡已經跑到哪裡去了 這個坡場一樣喔 三 就跑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第四個坡是以這個為原心 那它是這樣子 那你會換到 那剛剛這個呢 是以這個為原心 然後再來 你的速度已經跑到這裡 那你要跑三個坡場 一二三 又跑到這邊來了 所以你第三個坡 是以它為原心 然後三個坡場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坡啊 其實是 你把所有的坡 坡的坡風 前風 往前看的時候 那你就看到這個氣船 在前面走 那它的這個坡的那個 整個拉成一個什麼 長長的箭頭 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在VS 你的VS 比你傳遞的速度來的快的時候 會有的一個現象 那我想 我們這張裡面在 17張裡面的話 我們就在這邊算結束